为什么 就是感觉常常步伐 老是跑步快 跑步快呢 首先有好几个点 第一呢 要注意 有没有用脚尖呢 用脚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 脚后跟站在地上的话 你不光步伐跑步快 你启动也起不出来 这个一定要注意的 用脚尖啊 大部分的步伐 往后长则并步 然后包括往往前的 但是注意一下 往往前的时候 就比如说跑步上网 然后垫步上网 前面的脚都是脚后跟啊 其他的时候全部都是脚尖 我们右手持拍的是左脚在后面 左手持拍的是右脚在后面 右脚在后面的同时呢 基本都是脚尖的啊 你看往前我们垫步 后面的是脚尖 如果往后长退 就两个脚都是脚尖 就并步 好 脚尖呢 是你跑步法 这个就是提速 你想提速 包括启动 然后包括变相加速 脚尖是一定要学会用的 第二个 脚尖我们注意了以后 膝盖 膝盖有没有弯 膝盖就是我们整个人说的重心 重心如果站得比之 你这样子想跑什么步法呢 膝盖弯下来 弯下来 微曲跟那个脚尖 差不多是平行 不能这样超过脚尖 这个注意了以后 我们就是重心往后面一点点 脚尖踮起来 然后屁股往下一点 往前 往前 往前蹲住 放松 一定要放松 这个膝盖 就是这个样子 就可以了 微曲 微曲就是最好的启动 我们上往 攻坚步 对不对 攻坚步 没有跨下去 没关系 但是你的重心 必须在两腿之间 有没有 有没有 在这中间 这个要搞清楚 不是在这个前面 也不是在这个后面 一定是在两腿中间的 这里是比较方便我们启动 你启动 往前 我们就往前蹬 往后 我们就往后蹬 都是靠脚的 不是靠腰 这个腰一定要注意 如果你这样子 hold住的话 这里是非常难起来的 正确的方法呢 我们是跨步 然后伸手了以后 伸手了以后 就往前 这个腰这里是顶直的 看到没有 往前的时候 我们 接完球 腰起来 然后起到一半的时候 脚就一起蹬了 我们跨出去 好 起到一半的时候 腰顺便就把脚带起来 脚顺便也把腰蹬回来 它两个是一起 斜同发力的 跨弓箭步的时候 我说要跨得特别下 这样子 特别下 在这中间 在这起来 你这个动作只要做出来了 重心都是要保持在中间的 你脚的力 它顺势这样子下去的 而不是说 这样顶住的 我这样顶住的 这个顶住 它膝盖肯定会受不了的 这个力都没有卸完 是不是 从后场往前 或者是从中场出去 我们站稳要怎么站稳 肯定就是这一下嘛 对不对 好 还有一个细节 就是我们往前跨弓箭步的时候 一定是脚后跟先落地 脚后跟再到脚尖 然后再到膝盖 你看这个力就顺了 还有一个细节呢 就是说往前两边接正手 挑球 接反排挑球的 这种下面的球 我们的脚尖 最基础的东西 这个是 一定要对着往柱 这样斜一点 知道吗 这个呢 是站得最稳的 大家可以想一想 你稍微测一点点 你这个力就会卸掉一些 这个力就没有那么大 没有那么大的话 你就更容易站稳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啊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 拜拜